大飛翰天下 菲律賓趕走4萬名的中國人 在下個月開始 因為菲律賓有175間中國的離岸賭場 誰不知中國的離岸賭場 其實很多都是由中國人開始 譬如周卓華一樣 尤其柬埔寨事件爆發了 很多華人拐帶華人 然後去從事詐騙的工作 甚至遭綁架 現在這件事洋了之後 菲律賓政府直接對這些賭場下手 說他們根本上很多員工是沒有工作證的 甚至是預期居留 菲律賓整體關於賭業是牽涉30萬華人 而這30萬華人 真真正正具備居留和賭場的 僱員合約是有4萬多人 現在告訴你全部都要趕走 表面上是4萬人 實際是30萬人 你都不能夠留在這裏 他們未必用菲律賓招請的華人在這裏 而是他會說你已經到期了 你工作簽證 甚至是你預期居留 各種認識 我相信30萬人 一個不剩 那當然你問為什麼 菲律賓的賭業 不單止是依靠菲律賓人 更多的他們很多的賭場 就是現在華人 無論是夜總會 卡拉OK 洗腳踏骨的地方 你說很大的轉變 我不知道 我不敢說 我在08、09、1011 這4年裏面 我都有段時間會在菲律賓 那當然啦 菲律賓福建人天下 有個福建仔 招呼我 那我去過總統府 我入過總統府 而華人的勢力 福建人的勢力 是分佈到每一個地方 很多的搭馬仔 其實就是福建人 很多 賣豬仔 哎呀 你們去菲律賓旅行 接著就由這些 福建的華僑 或者福建人 非法居留到 他們就負責帶你去賭錢 換錢 各樣東西 而好像去過克拉克基地 外面 是一個度假性地 它也都有賭場 是一個俱樂部形式 不是很大 其實我都去過幾次 主要的 賭錢的人 就是中國人 很少見到菲律賓 而甚至一些西洋人 都少 整個賭業 最主要就是靠 靠的就是大陸人 更重要一點就是 網賭 就是說網上 尤其好像澳門的 周卓華或者大陸的 甚至澳洲 加拿大 他們要做東南亞市場 他們都會很多的網上賭博 這些真人秀 各樣東西 或者真人派牌 甚至找一些日本AV的女生 在網上做的 當然了 菲律賓人一般很少去這些地方 事實上都守衛心嚴的 當日我進去的時候 是經過菲律賓的軍 美國的軍事基地 那裡也是一個富人區 今時今日 菲律賓下手 有兩件事 第一 就是聲譽問題 現在菲律賓換了小馬可斯 他是想把菲律賓 變回美國的第五十一個州 跟他父親一樣 雖然他父親失敗了 第二 在這裡要跟中國有些區隔 第三 因為他再上來 他要跟中國 或者這些髒骯髒的東西 切割一些 我不相信完全沒有 也都不相信 小馬可斯的政府不貪污 但是來到這裡 這件事上了國際新聞 這樣要開到的話 他不會拿菲律賓人開到 所以直接 四萬的人你遷就 他要迎來更加多的美資公司 其實 金沙也好 永里也好 威尼斯人 甚至日本 雲頂 馬來西亞 甚至泰國 很多人現在對菲律賓這肥肉 虎視擔擔 只不過由中國 變成了其他地方的人 而已 你說菲律賓 排華 未必 但是菲律賓在這裡 一定要跟中國有所區隔 取信於美國 跟之前的很不同 因為現在美國 和日本 和韓國 和歐洲 要重組世界產業鏈 菲律賓覺得 在這個時候 有機會 因為很簡單 有越南 有印度 有馬來西亞 有版 你看 菲律賓是一個人口大國 如果他現在據報 就是八千六百幾萬人 我告訴你 一億二千萬都未至 一個沒有什麼規矩 信奉神的地方 他們 很多人 私生子 很年輕 已經生到一個兩個 你如果真的認識一些菲律賓人 不要說聽菲律賓說 菲律 他們並不是說 一些最下層的人 你只要去過 你就知道菲律賓發生什麼事 所以 他是一個人口 紅利非常之厲害的國家 勤勤力就另計 但是 小馬可思 在這裡 借著南海 和中國的衝突 他已經陸續地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 所以 我覺得他一定會做 事實上 根據 他們自己的報導 只是賭業 僱用了二十萬零一千的中國人 和十一萬一千個菲律賓人 估計每年為經濟帶來三十二點二億美元 其實是很厲害的 三十二億多美金 對於菲律賓來說 這個是很重大的產業 但是今時今日 你給了小馬可思 我覺得 我即使劈了你 跟著換一幫人做 令到更加安全 更加合規範 更重要一點 就是向歐美國街日本投城 現在四萬個 這個是開始 陸續有很多踏馬的 我想 都要踢走 事實上 來到這裡 他都已經註銷了太陽城 就是周卓華 那間公司 在菲律賓的賭權 和網上高賭博那間公司 都已經註銷了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